在上一次那个范例是从云端上面一个Jason档 不过这一题的话他不是从Jason档的来 这一题的话是从那个我们内部有一个JS的档案 特别注意哦 这个JS的结构就是一个Jason档 只是说呢上一就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来去台北 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范例有没有 他是在云端上抓下来的 然后这个是直接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目录里面的一个JS JS目录里面有个FoodData 里面有个Jason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 他会宣告一个有点类似一个变数物件 存放什么里面所有资料他的结构呢 基本上跟前面一模一样 有没有一个中瓜糊开头 有没有那一定是后面一个 有没有中瓜糊结束 那里面一笔资料一个大瓜糊 然后他的栏位名称Title Detail Latitude longitude 有没有四个资料吗 那这四个资料的话 会在第一次载入的时候 没有 就建立资料库 如果那个资料库不存在 他就建立 然后把所有的资料 一笔一笔一笔全部把它 塞入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塞入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那个地图本身 为什么打地标 因为上面有那个金纬度 对不对 有那个纬度跟金度 他可以动态去把 地标给打上去 打上去 所以将来我想第一个你们如果要做第四个栏位吗 第2个的话呢 把这些资料读进 所以第1个资料放在内部 第2个的话呢 他的程式放在这个这个档案 那我们之前讲跟各位讲过就是说 那个程式基本上会写在这个的上面 有没有那个JavaScript 不过这一题 没有他是另外 另外放 所以将来如果你把写在这这两个档的话 将来你只要在那个上方引用的时候 有没有 这边可以看到会有一个那个 这一个 到 这不可以让看看 看不看得清楚 有没有 就是说 ScriberSource 等于什么 目录名称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个的名称 有没有 然后 Type 等于什么也是要JavaScript 然后结束一个Scriber 那这个程式 在资料夹里面的这个 就在这里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资料跟那个程式 你就可以独立变成一个档案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将来如果因为你 资料跟程式 如果全部都放在那个index上面的话 哇那会不得了 为什么因为你光看 看到下面拉到下面 就要可能找半天了吧 所以让他拉出去 所以干脆 切开来 网页归网页 资料独立一个 程式独立一个 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的资料 跟你的程式 比较冗长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这样做 方法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完成 那么多的 好